你敢信孙悟空正要与观音进行生死决战 而哪吒却拉来老君 开盘作庄 不成想天庭这帮老六 竟全押孙小五 吓得老君原地跑路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有毛病 我孙小五才出世两年半 我能有什么实力 你们居然全部都押我 你们能不能给菩萨一个面子啊 靠 爱福了哟 光说屁话 我们不信你信谁呀 观音要是跟天鹏打 跟杨简打 但凡你给观音换一个对手 我们百分百地去压观音赢 可观音的对手是你呀 老娘堂堂灵山观世音菩萨 在三界享有一定圣誉的观音菩萨 你们居然会觉得 我打不过这个臭猴子 你们够了呀 感觉你们在羞辱我 那菩萨你来当庄了 你 哼 要不是没有钱 我一定会自己做庄 让你们这些混蛋知道 我观音启示一个 能被修行两年半的臭猴子打败的 哎 你们说吧 佛祖喊来作庄怎么样 佛祖谁都可以不信 难道还不信观音菩萨吗 大圣 只要你点头 我们就一起去请佛祖过来 就是就是 咱们给佛祖送金单 他能不接收吗 你们压那么多金单 觉得佛祖有钱赔吗 确实是我们太贪了 一个个都在缩哈 连老君都招架不住跑了 那 那我们减住 我同意 建议按照刚才的报价 一人减一个零 我也赞成 按照刚才的算法 大概就是需要十万金单 想来 佛祖还是承受得起的 我们现在就去请人 咱们七分都到这里了 怎么也得找一个大员 阿呸 找一个大哥接盘啊 可恨啊 我观音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多年没出手 你们就把我当成 Hello Kitty是吧 很好 我观音发誓 今天一定要让你们这些混蛋 血本无归 一会你帮我下注 我去陪陪菩萨聊聊天 你看他一个人怪孤单的 哼 其实我想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相信你 而不相信我 我的实力很早之前就可以进入准圣 但我宏愿太大 不愿成佛 这在三界不是什么秘密 对哦 观音可是无脑之一 又号称七佛之师 论实力他真的很强 这个问题我也跟你解答不了 也许是他们觉得我很帅 我只能说 他们看人很准 你 哼 卧槽 啊 你个DJ佛 怎么又有那么多仙家 来陪我们坐牢 这剧情是不是又重复了 二货作者 你是不是在水视频 还是说又在套路我们 太白 你们又搞什么飞机了 是这样 孙小五与观音打赌 要在天河草原一决胜负 孙小五赢了 好像是可以提一个条件 而观音要是赢了 据说是让孙小五认下 勾结魔族与偷取经书的罪名 现在俩人是要打了 不过就是缺一个裁判 我们大家也在看他们打 顺带准备压点金丹玩玩 佛祖 这次御地不在 你出面当个裁判 兼庄家 对啊 佛祖 真是你可得出面 省得那孙小五输了赖证 到时候除了他们两个的赌约 咱们还有赌局 若是那孙小五赖账 或者谁来插手偏离 所有下了注的仙家们都会抗议 观音与孙小五 这是谁提出来的 那孙小五能是观音的对手吗 不对 不对 孙小五这个混蛋不简单 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金丹 手中又有那么多法宝 一直在偷偷隐藏实力 不容小事啊 我倒是觉得没啥问题 孙小五虽隐藏了实力 但观音很早之前便能突破准胜了 并且还一直在感悟大道法则 随时可以突破修为 啊 米格DJ佛 孙小五法宝众多 而且特别有心机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那点心机算什么 他想击败观音 就是吃人说梦 观音大道感悟多年 认真打起来 他自己都害怕 一个出事没有多久的孙小五 拿什么胜过大道法则 呵呵 如来这个大渊种来了 正好你们来了做个见证 若不然场上也没个灵山的人 观音赢了那孙小五又要耍赖 青鸟去下注一万金丹鸭 孙小五赢 他勇于挑战观音 本作非常欣赏他的勇气 算是给他加油打打气 也是 大胜都有勇气 挑战观音菩萨了 这若是不给他打打气 就太寒心了 我也压大胜 给大胜打打气 大胜加油 我也支持你 输了不要紧 但是我们就是服你的这个勇气 大胜 我们佩服你为勇气 卧槽 发生了什么事 我为什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就帮人有备而来的吗 不是 你们这些人眼睛都出问题了 孙小五和观音啊 你们全下孙小五 没有一个人压观音 前不前的无所谓 主要是给孙小五打气 主要是加油鼓励和陪伴 孙小五都敢挑战观音菩萨了 他都这么有勇气了 我们又岂能不支持的 观音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 观音的底蕴正深 岂是孙小五能战胜的 这个庄家我做定了 既然如此 孙小五vs观音开始 今天我会让你 以及大家都后悔 观音 你败过吗 修灵在我之下 没有 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的失败吗 破猴 你够了呀 死 睡觉 你收视频 你会让你 离开 你收视频